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欢迎收听News ABC 我是文字外语大学传播艺术系的云桥 我是雨翔 雨翔,你知道前阵子台东向阳露营区 紧急暂停开放的事情吗? 为什么? 因为有一只台湾黑熊跑进去露营区 在营区里四处走动 应该是在找东西吃 很大只吗? 大约一岁的亚成熊 那也还好有紧急暂停开放 不然后果可能难以想象 是啊,台东领馆处有先暂停受理 向阳露营区的营地申请 话说你知道如果遇到黑熊的话 可以怎么办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先吓到脑袋空白吧 要保持镇静 不要尖叫奔跑 要使用面对台湾黑熊慢慢后退的方式远离 如果他准备对你进行攻击的话 就赶快挥动手上的东西 发出声音赶快远离 好,我记起来了 那我们就借由这则新闻来学习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 台湾黑熊 For more than black bears 台湾黑熊 For more than black bears There are about 200 to 600 For more than black bears in Taiwan 台湾黑熊现存族群数量约为200到600只 There are about 200 to 600 For more than black bears in Taiwan 第二个单字 紧急 Emergent 紧急 Emergent He is bleeding Please call the doctors It's emergent 他正在流血 请叫医生 这很紧急 He is bleeding Please call the doctor It's emergent 第三个单字 录营区 Campsite 录营区 Campsite We stopped at a campsite for a week 我们在录营区待了一个星期 We started at a campsite for a week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台湾黑熊 For more than black bears 紧急 Emergent 录营区 Campsite 大家都学会今天的单字了吗 那下次我们在一起 听新闻 学英文 下次见咯 拜拜 与文藻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藻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